新冠疫情再度席卷欧洲 由于BA.5变异病毒株 具有高度传染力 节节攀升的确诊数字 19号让世界卫生组织 呼吁欧洲各国应尽速恢复 在室内和大众交通工具的口罩令 并要加强疫苗施打 有鉴于上周WHO接获欧洲国家 通报近300万起的新增确诊病例 几乎占全球新增个案的一半 而且光在上周COVID-19在欧洲 已不幸造成3000人死亡 世卫官员因此提出防疫警告 希望各国政府与民众 对今年秋冬预计将更加严峻的疫情 做好防弹准备 如果您这年来没有拍摄 但今年年 您并非准备 特别是 B.A.5下领域的疫情 因应疫情升温 欧盟11号已宣布 60岁以上民众 和免疫力低下的族群 建议开始接种第四剂疫苗 最近在意大利 已经出现强打人潮 这问题 我已经过了9年 在第一次套 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最新发现Omicron的第二代变种病毒 BA.2.75 传播速率和可能引发的重症率 也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 我们必须要继续保护 做快的测试